好,我们现在来讲的是连锁简讯的行销方式 所谓连锁简讯就是 当你第一次发送一封简讯给这个人的时候呢 那这个人他之后的每隔一个礼拜 或者是每隔一个月 或者是每隔一天 他都会持续的收到你预先写好的简讯内容 那这个预先写好的简讯内容呢 它其实并不是广告 我们其实是应该发送给他 他需要的资讯 让他能够加速对你的企业 或者是对你个人的品牌信任度 也就是让客户对你产生更强烈的信任感 所以这个简讯呢 你不需要每次都记得去发送 就是说我们连续一年 每个一个月都发送一封简讯给对方的话呢 那一年是不是就有12个月 然后对方就收到12封简讯 那每一封简讯的内容呢 都会有最后都会夹到一个短网址 那这个短短的网址呢 他在点选的时候可以再连接到你指定的一个特定网页给他 让他看更详细的内容介绍 比如说你提供的服务或者是你的专业项目 或者是你的个人特色 那你的每一封简讯呢发给对方的时候 底下都会带这个网址 然后这个网址就连到你的这一个更加详细的描述的网页的页面 那这些动作都是系统帮你达成的 你只要事先把这12封简讯的内容先写好 还有这些网页的内容先写好 之后只要有新的朋友 新交换到的名片 或者是在客户 或是网路上收集到的名单 你就可以把这个手机号码输入进去 然后开始按发送 之后的这一年之内呢 这个客户呢 或是潜在客户呢 他就会持续每个月收到这封简讯 所以这个设计的重点就是在于 这每一封简讯的内容 是不是客户想要的资讯 是不是有价值的资讯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呢 它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就是让这个客户呢 在你取了他的手机之后 每个月都会收到这样的简讯内容 那就可以让系统自动帮你经营客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连锁式简讯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